晚安你好 欢迎收看民事夜线新闻 我是刘芳慈 首先给你晚间最新消息 号称是台湾水果茶的 知名的首要饮料店 义方水果茶 他们今天突然的在官方的微博上头 PO文说是支持一国两制的 谴责香港为了反送中所发起的罢工行动 好 那个消息传出来之后 台湾网友就怒骂说 怎么可以为了赚钱失去良心 真的不配叫台湾水果茶 那么也有人发起聚合活动 好 义方水果茶在这个微博上PO的 就是反香港的这个示威行动 好 我们接着镜头就带你来转到香港 今天民众真的是大串联 发动了反送中运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包含罢工 罢课 罢市 三罢行动 那么因此当然这个航空公司 也取消了上百个航班 陆空交通一度陷入半瘫痪的状态 那么在今天下午 香港包含金中黄大仙有八个地区 同时举行了集会 活动之后示威者也持续的站上街头 但是没有想到遭到镇报警察发射催泪弹 目前已经有82个人被逮捕 好 接着镜头回到台湾来 今年的第九号台风立起码 目前还在菲律宾东方的海面的位置 但是有逐渐增强的趋势 很有可能会增强到中度台风 那么预计在这个星期四还有星期五 是最靠近台湾的时候 也不排除到时候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好 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最快在24个小时之内 就会形成今年的第10号台风 会叫做科罗沙 那么未来两个台风 会不会形成藤原效应呢 那么也一切都要等台风形成之后才会知道 柯文哲火力全开 他说蔡总统旁边的人 每一个人都在贪污 好 丸建总统在脸书上亲自回应说 这个国家有很多人在岗位上 替国家贡献 好 他认为柯市长应该向这些人来道歉 好 最近外电消息接下来关心的是 在美国祭出新一轮的关税之后 中国政府用货币政策来反击 他们放任人民币跌破了1美元 兑换这个7块人民币的大关 美股开盘因此重挫 其中道琼工业指数一开盘就下错了500点 目前大跌了将近600点 跌幅达到2.06% 纳什达克狂蟹208点 标普500跌幅超过2% 那么川普他也在推特上po文说 中国操纵货币 还说中国终将因此而变得越来越弱 一分钟英语 我们现场再给英语主播Kent 好 谢谢Kent 我们这个体谈消息来关注的是 周天成在泰国宇球公开赛 最新逆转胜光荣返台咯 上号的体育新闻给您完整报道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